夫妻之间吵架时很容易一生气就说出很多冲突的话 事后又后悔莫迹 师父也经常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做任何决定 否则我们一定不会后悔的 师父我们在吵架时有哪些话根本不能说出后 否则会伤对方的心呢 师父 我不是跟你们讲了吗 啊 这还不懂啊 就是人最大的伤害是什么 就是第一夫妻两个人 我们中国人最爱自己的母亲父亲 长辈 祖宗 你吵架的时候不能骂人家对方的祖宗 不能骂人家的爸爸妈妈 对不对啊 对对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不要去讲过去 他自己感情上受过的挫折 去翻人家脑脏 这是最伤感情的 对对对 对不对啊 对对对 第三 吵架不能打人 你打了 手出去了 这个伤口非常难以愈合 明白了吗